穿着黑衣的可疑男子 拿着步枪晃来晃去 说时迟那时快 枪声突然大作 男子逃进数从 广天化日下不止发生枪案 事发地竟然还在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附近 当地时间周三早上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外停车场 突然遭一队四人小组 开车持枪攻击 使馆警卫一人重伤 三位枪手除了一人逃跑外 剩两人分别一死一伤 伤者还疑似是ISIS成员 ZNN报道 后续又有两位共犯招待 有民众就庆幸 因为驻大使馆附近 军警来得也快 马上平息事件 当地维安等级再提高 出入都要接受盘查 就怕恐怖分子戒挺 巴勒斯坦民意攻击 在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 真主党与以色列冲突也成为家常便饭 现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更表示 以色列军队准备好在边境进行激烈行动 恐怕再让局势升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